请不吝点赞 订阅 例如视觉、嗅觉、听觉等等 但你知道有些鱼类拥有电觉吗? 由于有时候水中是很混浊的 或是猎物躲藏在环境中不易发现 所以透过水作为导体 放出生物电来感知周遭电场变化 进而感受到水流变化与相对空间中的变化 另外还有电蛮是直接使用电来进行猎捕 电场的概念也频繁地出现在生活中 如打雷、使用插座充电等等 想要解释这些现象后面的原理 就需要先来认识什么是场 生活中所提到的场 指的是其运作的空间 例如打篮球我们会去篮球场 需要跑步我们就会去操场 而科学对于场的概念并不陌生 像是万有引力中的重力场 当一个有质量的物质会在周围空间建立重力场 就像蜘蛛与它结的网 当其他有质量的物质靠近时 物体彼此间会产生重力 而重力场就是为何物体间虽然有一段距离 却可以不接触而产生力的效果 类似的概念如磁铁也会在周围的空间建立磁场一样 同样的当物体带有电荷时 也会在周围附近建立电场 接下来更进一步的是如何以数学描述电场呢 在这边我们还是要回忆一下重力场的公式如画面所示 重力场所描述的是在一个质量为m的物体周围 单位质量m所受到的引力大小 这个方程式告诉我们重力场的大小与质量m乘正比 和质量m的距离平方乘反比 同样的对于电场而言 他描述的是在一个点电荷周围 单位电荷Q所受到的静电力大小 电场如图所示 此为点电荷电场的公式 从公式可看出 电场的大小也是与电量Q乘正比 而与电量Q的距离平方乘反比 当距离点电荷越近 电场的强度越大 远离点电荷时 则电场的强度会随之减弱 知道了点电荷电场大小 会与距离及电量有关 那有什么其他方式 可以更加直观地描述电场呢 我们会绘制电力线来描述电场 想到利用画线来表示场的分布与状况的人 是法拉第 这些力线用来表示场分布的视觉化工具 最早是用来描述磁场 但现在都用来描述各种超距离场 而这些线我们就称之为力线 同样电场也是利用电力线来描述 电力线的特色是 如果有正电荷 则箭头方向向外指出正电荷 如果是负电荷 则力线箭头指向负电荷 如果在电场放入一个测试正电荷 比较好理解为何电力线箭头是这样化 测试正电荷受到空间放置的正电荷影响 受力方向指离正电荷 如果将测试正电荷放入负电荷的电场中 则测试正电荷会受到指向负电荷的力 如果电荷量越大 则电力线越多 单位空间中的电力线越密集 代表该空间电场强度较大 少结一下电力线的特性 电力线从正电荷射出 朝向负电荷 电场强度越大 电力线越密集 电力线不会相交 因为在每个点上 电场都有唯一的方向 所以电力线不会在同一点相交 但特别要注意的是 很多同学会以为 我们所画的力线会是测试正电荷的运动轨迹 其实不是 这些力线所描述的 是测试正电荷在不同位置的受力方向 其方向为该位置的力线切线方向 我们由前面所学到的电力线知识可以知道 电力线的箭头从正电荷指出外界 并从外界指向负电荷 所以藉由判断电力线的箭头可以知道 B 端是箭头集中处 为负电荷可能所在之处 另外可以使用电力线的密集程度 来判断电场强度 所以B 端的电力线密集程度 较 A 端的电力线密集程度高 所以B 端的电场强度较强 回到开头所讨论的鲨鱼电绝感官 其位在鲨鱼口鼻处的提孔 该构造称为劳伦式胡腹 该构造可以侦测海水中极微弱的电场变化 所以海水沿度变化、海流变化 以及空间的水流改变都可以透过该器官 去感觉微弱的电场变化 是不是很厉害呢 在介绍完电场与电力线的概念与应用后 我们就来替同学整理一下相关的重点 重力与电力这类超距离都有对应的场概念 法拉丁以使用力线来描述场 电力线的方向箭头为正电荷向外 附电荷向内 电力线的切线方向就是测试正电荷的受力方向 电荷量越大 电力线越密集 电场强度越大 在距离点电荷Q的某一位置 点电荷的电场公式为 库仑常数乘以电量Q 除以距离的平方 与电量Q成正比 与距离平方成反比 希望同学在看完影片后 能够再重新复习这些重要概念 电荷是有名的生物 也擅长是用电来猎捕猎物 电荷是如何使用电的特性来作为武器呢 和电机枪的原理一样吗 同学们可以上网搜寻资料 分析可能的情况哦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